传奇法师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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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法师红发传奇法师红发行 传奇法师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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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妙法莲花经 金中之王 别人看那个经都说 你那是什么经 我看那是金中之王 你看那是什么 对不对 阿罚经啊 阿罕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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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义阿罕啊 杂阿罕啊 对不对 那是佛都没有说那是金中之王 那你看法华经的人会不会看不起那个 那看不起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诽谤证法的嫌疑 很容易 所以我个人也是这样 所以我也看到净土界 现在修净土法门有犯这个病 明明阿弥陀佛告诉你 你哪怕念十年 我都会把你的接引过来 但是你诽谤证法 自障几道 不是阿弥陀佛不接引 是你不见圣境 因为诽谤证法的罪是很重很重的 诽谤证法的罪是要下地狱的 一个要下地狱的人能看到极乐世界吗 阿弥陀佛来接他 他能看得到吗 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祖师里说 不是说阿弥陀佛不接引他 是因为他造了这个罪了之后 他自障圣道 阿弥陀佛在这个十八院里面 提出这个要求 不是说你犯了这个 我就排弃你 不接引你 而是遮止我们众生 不要犯这个罪 我们赛道大师 在法师战当中这么说 上尽一行至十念 三念五念佛来因 只为弥陀弘事众 至始凡夫念济身 虽然是凡夫 我们也没什么本事 但是我们愿意去极乐世界 你跟阿弥陀佛的愿契合了 哪怕是一个凡夫 我们只要会念 我们就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不是因为我们本事有多大 不是啊 是因为阿弥陀佛的誓愿红身 所以为了往生极乐世界 上根利器的人 从听到一直到尽形寿 去奉食 就是 这个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下等根器的人 哪怕就听到了 真的呀 我这么好 那我去的 这一念 你看 他这个听了听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小心念了几声 他也能够去极乐世界的 三道大师又在 往生礼战当中讲到 信心求念 上进一行 下至十声 一声等 不要说十声 就是 就哪怕你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说法华经里面说 若人散乱心 一成南无佛 结共成佛道 对不对 也不是因为他散乱心念佛 念的功德 是因为佛 以他的誓愿而摄取他 以佛愿力 义得往生 所以说 像我们 以至成的信心 祈求阿弥陀佛 射受往生 以这样的心 念佛名号 上等人的人 是尽其一声努力 行足坐卧 都不离开阿弥陀佛 下等的人 在灵命中的时候 还听到有人劝他 能够至成的一声 十声乃至一声 以阿弥陀佛的悲愿 射受 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所以说 你像上根的人 像散导大师 散导大师 在我们 净土宗里面 我们特别是 印光大师 尊他是阿弥陀佛 再来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他念佛的时候 非常的诚恳 感激 涕灵 对阿弥陀佛 就是说 我能够 这一辈子 就能够 就能够了生 托死 就能够转凡成生 全部仰仗 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以每一次念佛 都是至诚恳切 跪在地上 就是冬天都念出 大汗淋漓 所以修到后来 念一句佛 口中出一道光明 大家都看得见 深深佛号 深深光明 就是他做这个功夫 中文字幕《百 programs》 深く par山寸》 音量 ada 赠ола 中文字幕《百reesael》 死亡 場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英国王大使尊为他 他就是阿弥陀佛化身 这样尊敬他 所以我刚才念的 都是三高大使讲的 也对于是阿弥陀佛亲自讲的 这样子的一种信心一样 他讲五逆 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 出师佛生学 破和和声 破和和声 这个很重要 这个特别 我们出家人在家就是 很容易犯的错 到寺庙里来了 你这边别想 那师父 那个寺院师父有分帮的 分派的 你这句话好了 本来是一个僧团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不要说一个寺院的僧团 请问我们这寺院的僧 出家僧跟五台山的出家僧 是不是两家 不是两家呀 我这边出家的出家人 请问全世界佛教界承认不承认 都是承认的呀 所以你不能这么说的呀 我们不单单说破世界出家人是一家 请问我们这里的出家人 跟极乐世界的出家人是不是一家 也是一家 十方三世诸佛 叉图三宝都是一家 不要轻易地去划分 知道不知道 所以说 这个五逆里面呢 就是破和和声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犯 那棒法那边就是 更加容易 所以要很小心 因为你赞叹楞严金殊胜 就会让人别觉得 那别的金就不究竟吗 你赞叹法华金殊胜 究竟圆满 心中之王 那别的就不那个吗 实际上佛讲得很清楚 唯有一真实 无二一无三 实际上佛说一切法 是佛的大悲心流出 佛的无碍智中流出 佛对众生的方便而言说的 哪一个法不是佛究竟的法啊 都是一真实啊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大小层 各种各样的 八万四千的 为了对众生的鸡 那佛所说的 所以你棒法的时候 其实就在棒佛 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 所以现在 弥陀实念毕生的大愿 普遍到一切众生 下至动物都可以念佛往生 是不是啊 这种事是不是很多呀 我师父就亲自跟我讲一个 他在宁波有个徒弟 那个徒弟家里就养了一个鹦鹉 他们自己家里人念佛 那鹦鹉也学会了 南无阿弥陀佛了 哎 后来鹦鹉往生了 站着走呢 火化的时候还烧出舍力来了 这种事很多的啊 各种各样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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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